龙寿恩典成为祝福 人生是一个长跑 但重点不在于跑得长 乃在于跑得好 不是距离 而是方向 方向决定了一个人的生命 邱建勤弟兄 有与生俱来的执着 苦难之中造就了他的坚韧 对亲人的责任使他勤奋 而基督却给了他目标 因着这目标 他有了一条崭新的人生道路 如今 他把神在环境中逃造出来的性格 聚焦在主基督身上 邱弟兄的这本自传 是通过一篇篇的故事 写出他的人生旅途 更写出神的丰盛恩典 从战火连绵的故乡越南 到遥远陌生的异地美国 他经历过幼时的顽皮 少年的迷失 战争的残酷 逃难的艰辛 也经历过救恩的平安 带领的奇妙 侍奉的喜乐 和生命的赞美 他在大南港一个小村庄里 度过了一生最长的七分钟 在北军基地 被炸弹掀起的热浪严重烧伤 在医院中经历了丧气之痛 他承受过生活的困难 带来的压力 又有身体健康带给他的困扰 然而 当你读完这本书的时候 并没有听到任何的抱怨 不平 有的只是感恩 以及对自己的反省 鞭策 整本书的语言简洁 清晰 生动 里面不单有 历历在目的亲身体验 也有沉思默想的点点滴滴 这些就如同拼图游戏中 一个个的小片 构成了神祝福的美丽图画 丘建勤弟兄于2005年来到费城中华基督教会普通话堂 因着工作的缘故 他接触到许多教会内外有需要的人 丘弟兄总是借着这些机会 向他们传讲福音 帮助他们 马上就要进入 从心之年的他 称自己为有识的工人 神曾经在他的一生中 安排了无数的人 帮助他 祝福他 如今 他愿意成为神 安排在他生命中 无数人的一个帮助 一个祝福 愿神使用这本自传 来造就鼓励众多的人 刘成宗 费城中华基督教会 普通话堂牧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